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的生日 自己孩子的生日 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父母的生日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 给她一个惊喜 妈妈 我一直在美容卡开过去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把它用网 用白布用 好了 可以了 走吧 喂 师傅 一天安静下就行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睫毛 还有自己 好 我现在拿你吃饭 你要吃鸡肉呢 还是我们外面吃碗面 那就回家走嘛 家里走 你走啊 我家刚走 想起开 我叫你不要弄回家 你快要帮我买一个 那是我的 牛肉呢 你们要帮我买一个 我看了 我们是他 我几岁了还喝饮料 都两个孩子的妈了 还跟小孩一样 都饮料 现在我生理不知道 他还记不记得我的生理 妈妈 开门 开门 打 姐姐 好 姐姐 你好长哦 做小梅和鞋生日快乐 昨天是发誓 干嘛 高丁给你整的衣服 哎哟 她也来了 胖婆 整的也太冷静了脸吧 怎么样 帮我 我看一下 我叫敬喜 都没说 不然都说了还叫敬喜吗 一个 雪花 凶增 好 谢谢 哈哈 没关系 没关系 了 今天这个菜都是有育营的 这个是鸡汤 吉祥味 哦 然后这个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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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败寿 哈哈哈哈 红红火火结结糕 然后那个猪蹄 手到前来 然后胶原蛋白 肚带你 永远18岁 哈哈哈哈 妈妈 肯定高低先给你整一碗 残寿面 这个是什么 嗯 没事 我这个给你整 妈妈 嗯 你还记得 你之前很搞笑 就是 躺在我们家 把我老公的那个床给他拆 还记得吗 哈哈哈哈 都躲上边了 哈哈 笑死了 啊 那里有不新 小夫妻都是 那里有两张床睡觉 哈哈哈哈 我被吹的 哈哈哈哈 就之前我生我儿子的时候 然后我是带孩子睡觉 然后我老公自己睡一间 然后我妈有一天 她就冲到我们家 把我老公的床给他拆了 笑死掉了 然后就是从那以后 我爸和我弟是在成都嘛 然后我妈是留下来帮我带孩子 真的 真的牺牲特别的 妈有没有后悔 没有 那里后怎么回啊 现在 身体还好 进行经历的范围 然后 你们自己 换钱就没问题啊 不客气啊 哈哈哈哈 我们去让告了 所有人都要让告了 我们去让告我们去让告 能让让告啊 好 真正还有烙鱼呀 还有油 刚才这几个 我等它打爆部分就好了 我打爆部分就好了 可以的我打爆半部分就好了 1、2、4號的一天 我們都習慣了父母的付出 卻忘了如何向父母表達感謝 祝天下所有的媽媽 永遠美麗健康